这个加上去,清除里面的字的部分 所以如果要把格式部分清掉的话 再来的话就是加一个乘积格式清除 清除的方式跟刚刚有点类似 所以我其实可以把这一段 这个先把它delete掉 假设我把刚刚这一段先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改一下,改一个名称叫什么 乘积格式,这边把格式清除 就多一个格式 格式清除的话,我里面要格式清除 这来的话,当然第一个 如果A的话,就是把资料清掉 所以里面基本上清掉资料比较简单 就是把双引号里面的OE拿掉 它就变成清除了 意思是说没有东西 再来的话,如果要把字的颜色 所以你这边执行的话 当然这个资料就不见 可是问题,它的字的颜色还在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什么 比如说A,它本来应该是黑色 所以要把黑色恢复回来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变成黑色的话 那这个底下应该怎么做 RGB,黑色是多少 如果是全部都0的话,那就黑的 那白的呢 刚好颠倒 全部都多少 255 255,255就白的 OK 所以如果是其实把它恢复成黑色就好 所以你会发现,假设我这个还是存 把它留下来 因为执行的话,它变成黑的 黑的基本上就跟原来的颜色是一样 原来就黑的 就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颜色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所以A把它拿掉 OK,这样都清除A 清除B的话就把底色拿掉 底色怎么拿掉 这B还是先把它删掉 里面 底色怎么拿掉 这位置 Intel Color 等于什么呢?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最早我是跟同学讲说 这边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改成白的比较好的 因为原来就白的嘛 不过执行你会发现 白的 基本上你把它改成白的 其实在将来你输出的时候不会影响 可是在视觉上面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边怎么会 这个地方的原来的参考线不见了 不过跟各位讲 参考线将来列印的时候不会有任何 因为参考线只是给你看的 它其实将来列印不会存在 所以不会影响 只是说 同学就会说 老师那感觉上就不一样 为什么感觉就会好像 这边没有线 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一定要帮我加上去吧 那怎么加? 其实跟各位讲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要不就是不要白色的话 就是跟他讲没有颜色 不过没有颜色的话 在VBA的表示方法 就是没有 没有就NONE 但是你前面要加一个CELL的常数 加XL 所以你要用XLNONE表示没有 OK 没有颜色 所以XLNONE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XLNONE OK 这就是没有颜色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 线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用白的 其实也是可以 只是说感觉上 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够完美 OK 如果你要力求完美的话 那就是XLNONE 那就OK了 好 那其实像这个 其实我本来 我就用白的 只是后来因为总预问 我想试试看 所以这个也是试出来的 也不是说翻哪一本书 有时候真的 就是按照它的逻辑 所以物件就是说 它有一个虚拟的一个 类似像可以让你操作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try它 至于怎么try 有时候你可以按F1 里面其实有对应的答案 参考官方的说法 你可以试试看 好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框线部分 框线怎么拿掉 本来C C的话是红色的框线 那框线拿掉的话 其实也是无法炮事 要不是把RGB改成白的 恶物 如果把它改成线变白的 其实理论上 输出应该不会影响 只是说 看起来好像也是美光问题 有没有 所以可以怎么 算是吧 如法炮事 把它改成Xl 什么 Xl 那其实我本来是写这样 但是有同学 同学的眼睛很利 马上看出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 如果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 但是就是有同学 真的非常认真 回去就跟我讲 是这颜色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我这边 难道是光线问题吗 其实不是啦 是真的是有不一样 但是会不会影响 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要力求完美分跪奖 这也是我试出来的 Color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把它真的消失的话 你可能要把Color后面加个index Color的索引值 就不能颜色 是它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这逻辑在哪里 反正我后来试的结果 是加了一个Colorindex 等于没有的时候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就真的消失了 这个我也是查不到 或者是突然哪边找 然后刚好有提到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说我自己试试看 因为我可能就是Bordus 然后点一下就Colorindex 我试一下 真的去掉了 OK 但是其实如果你用刚刚的方法 其实也不影响 因为那是参考线 将来列印不会影响 最后的话就是D的部分 所以D的部分的话 假设你如果是有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你把它改什么 改0就好了 0就是False OK就不见了 有没有 当然你 比较标准是True跟False 只是说如果你实在拼不出 那个False的话 那你就是记0也可以 这个False True跟False 其实就是 True就1 False就0 OK 如果你不想记那么多 True跟False也OK 其他的话就把这边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把这里面的资料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 除了清资料也清格式 可是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假设你这个资料是 全部都清空的话 那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把这边先注解一下 使程式变为注解 因为注解的好处是说 我假如我不要删掉上面的程式 而希望说 两边比对 留下 留下程式的话 理论上 假如不删掉 你可以在前面加单以后 表示说这个是注解 那注解的意思是不执行 意思说我要留下先参考 把新的跟旧的比对一下 不然有时候你把旧的删掉 新的又写不出来 那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通常会怎么做呢 把这边前面加单 但单以后这么多 你可能如果手动自己加太慢 我建议你可以按右键 工具列有个编辑工具列 这个工具列里面 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 使程式变为注解 有没有 就可以马上全部变注 但是你选取 那如果你要取消恢复的话 就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你就恢复了 ok 所以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好 那另外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假如说 你的需求很简单 只是希望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怎么样 全部的格式拿掉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不要用Sales 你可以用Range 什么叫Range Range 顾名实际码 范围 只是说 这个范围你就用Range物件 Range 刮胡 然后你跟他讲说 哪里到哪里 我从H2 冒号 到H7 这个范围帮我做什么 你点下去 不过你会发现 Range跟Sales不一样 Sales如果刮胡他没有提示 可是Range会提示 Range我觉得比较友善一点 Sales奇怪就没有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打一个C Clear CL 特别说Clear就清除全部 那如果你要清除什么 格式的话就Clear Format 不过以这边来看 假如你要全部清除的话 Clear就好 全部清除 ok 这样的话就等于什么 一行搞定 整个范围 所以如果以将来 各位在操作上面 慢慢就要去看懂 就是哪边可以用Sales 单一个储存格 但如果你是连续的范围的话 请你用Range 那点Clear就是清除里面所有的资料 包含里面的资料 跟里面的格式 这样就全部清空了 所以我试一下 所以理论上这样改完 然后我把颜色再输出 那我清除格式的话 你会发现全部清除了 结果又不一样 结果一样啊 但是可能要特别注意 Clear有的时候 变成说有些地方的格式 就会全部清掉 那就变成说你应该保留 他就不保留 就全部了 反正他就不分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用上面的方法 而不能用下面的方法 Clear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加框线 有没有 整个一下加完 然后清除框线 跟加蓝标题跟列标题的框线 有没有 这边变两条线 这边变两条线 那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问的问题 他说老师 我VPA都写好了 可是最后我不会画框线 所以我要列印表格 我还是要手动一次 所以他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画框线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用range物件 大概这个好像一行两行程式就搞定了 这个好像顶多再多两行 就画这一条跟画这一条 ok 因为时间关系 你们先试着把那个格式清除先把它完成